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现在是一年一度的红蓝卡年度转换期 每年10月15日到12月7日对长者朋友们来说 真的是特别重要 65岁以上的朋友们在年度转换期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申请了红蓝卡之后还要注意哪些后续的操作呢 今天华兴保险奇因健保规划师威妮杨将为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威妮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兴保险奇因健保规划师威妮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 是对咱们长者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所以就想请威妮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对 是的 主持人 那对于已经拥有红蓝卡的长者朋友们来讲 咱们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投保开放期已经到来了 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长者朋友们可以转换增加您的保险计划 那例如说您对您现有的保险计划不满意 又或者是说您想要从现在的Advantage HMO计划换到Supplement计划 又或者说您想要从Supplement计划换取Advantage HMO计划 还有就是如果说您今年有突然看到您的药保险 有一个大幅度保费的上涨 或者说您的医生给您开了新的药 但您目前的药保险还没有cover这种药 您都需要在投保开放期间赶紧联系我们华兴保险 来赶紧做一个转换 因为一年一度只有这个时间才可以做转换哦 嗯 威尼还想请问一下您哈 对于65岁以上的侯兰卡在年度转换期要注意哪些呢 对 是 那像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其实每一年呢 咱们的福利都会有一些变化 那每一年保险公司都会做调整 那它会在每一年的时候呢 给大家寄出一个信 那个信上会有写说明年的保险计划会要做哪一些调整 有哪一些改变 那讲者朋友们在收到这封信后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看一下明年的保险计划是不是跟今年一样 有没有什么福利的更改 那如果说有的话 您想要转换计划都需要在这段时间赶紧联系我们 那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拿药保险了 那有一些药保险呢 明年好像有一个大幅毒保费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药保险啊 它的药cover的不是那么全 又或者说您今年有拿了新的药品 目前的药保险不cover 那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在这段时间赶紧联系我们来做一个转换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明年呢 我们的Advantage HMO计划 保险公司有推出很多新的福利 那如果说您对您当前的计划不是很满意 然后想要了解一下明年的新计划 也需要抓紧时间赶紧联系我们 那么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啊有联系到很多朋友 就是长者朋友们有跟我们讲说他们之前买保险都是一些个人独立的agent上门去推销的 那么在这段期间呢需要做保险转换 但是那些agent都找不到人了 那么这个时候长者朋友们如果需要我们华欣保险的协助 也都请联系我们 原来红兰卡的年度转换期这么重要 而且可以做各个方面的调整 所以呢长者朋友如果对现在的计划有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说想要试一试其他的计划 都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来做改变 但是有的长者朋友可能刚刚办理过红兰卡 并不是很明白什么是HMO什么是supplement 所以呢我就再想请问一下威妮 可不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需要选择这些不同的计划呢 对是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长者朋友也是非常的疑惑 那在这边提醒大家 就是跟政府申请完传统联邦红兰卡之后呢 并不是万事大吉了 因为我们传统联邦的红兰卡 帕A志愿保险 以及帕币门诊保险 就是政府提供的传统医疗联邦红兰卡 它只会cover您医疗费用的80%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cover 那么在您拿到您的这个红兰卡之后呢 您需要联系私人的保险公司 来帮您协助您买剩下的20%的补足计划 那么这20%的补足计划里 又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可以来协助您补足 那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dvantage HMO计划 那这种计划通常来讲它是零保费 那明年更是有退款计划 那第二种补足类型呢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supplement计划 那这种计划呢 就是看医生医院比较自由 但是需要额外付保费给保险公司 那所以说长者朋友们 在拿到红兰卡之后 一定要记得跟我们联系来买一个这样的补足保险 那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 拿到红兰卡之后还一定需要买一个partd处方药保险 因为处方药保险 要是没有及时购买的话 政府是会有一个终身性罚款产生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咯 好 非常感谢Vinny的介绍 所以说呢 并不是和圣安局申请了红兰卡就行了 还需要有后续的操作 比如加入HMO或者是supplement的计划 办理药品计划等等 所以各位长者千万要注意了 如果您不清楚怕出错的话呢 也可以请专业人士帮忙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Vinny 有一些朋友呢 说对于现在拥有的HMO Advantage的计划福利内容 感到不是很满意 那明年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 对 是的 那相信今年呢 到现在长者朋友们已经陆陆续续有听说了 那今年就是明年2022年 保险公司有推出很多新的Advantage HMO计划 那不仅是零保费 零保费更有PAR币125元的退款这样的一个福利 有125元的退款哦 那除此之外呢 不仅是零保费有额外的退款 而且这个保险呢 它还提供额外的一些福利内容 例如说像配眼镜啊 听力检查啊 还有就是健身房福利啊 还有就是牙齿补助 牙齿保健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内容 那如果说您要是想要参加这种计划呢 这种Advantage HMO计划也已经包含了处方药保险 所以如果您要是参加这种计划 处方药保险也无需再单独购买 那所以听到这里 不知道长者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很心动呢 那如果说您对您今年的Advantage HMO计划福利不满意 您想要看看明年的这个推款计划是不是适合您 那您赶紧联系我们华新保险 好 非常感谢Win你的介绍 听起来觉得这个HMO这么好 那还会有人会选择supplement的计划吗 这两种计划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对 是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是很多长者朋友们所关心的问题 Advantage HMO计划和supplement计划 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那我们在这边给到大家的建议是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以及经济情况来做决定 那像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Advantage HMO计划 它的优点是零保费 同时还有退款 那而且有一些计划呢 它是已经有包含处方药保险 以及有健身房啊 额外的牙齿福利啊这一些 那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是有医疗网限制的 如果说您要是想要去看专科医生的话 需要您的家庭医生帮你做referral 然后得到医疗网的批复之后 才可以去看专科医生 那所以这个时间可能需要有一点等待的时间 那如果说您要是选择supplement计划的话 那么这种计划呢 它是不受医疗网的这样一个束缚的 所以说只要全美跟Medicare有合约的医生和医院 您都可以去选择 那么同样来讲 如果选择supplement计划呢 它就不是零保费了 那您每个月需要额外付保费给保险公司 同时还需要单独再买一个处方药的保险计划 那么讲到这里 总结来讲呢 就是说 如果您要是比较看重经济实惠 比较看重额外的福利 那么Advantage HMO计划是您好的选择 那如果说您要是比较看重 看医院的自由 医生的自由 而且您有特定的医生和医院想要去看 那么您就选择supplement计划 那这样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嗯好 非常感谢Winny的介绍哈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 对于刚刚满65岁拿红兰卡的长辈们 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对是 那刚刚呢一直讲的都是对于现有 已经有红兰卡的这样长者朋友们在年度转换做一个这样子更新 那如果说对于咱们刚满65岁的长者朋友们来讲 那一定要记得按时去申请红兰卡 那对于刚满65岁的长者朋友们来讲 最重要的日期呢 其实就是您的注册的初始日期 也就是您申请的满65岁的前三个月开始 以及生日当月和后三个月 那么这七个月的时间呢 您一定要按时去申请红兰卡 那除非说您当时有这个团体健康保险 可以选择延迟去注册您的红兰卡 如果说没有的话 如果错过您这七个月的初始注册日期 是因为您自己的私人原因而延迟注册 那么政府可能就会有相应罚款的产生 并且有一些部分的罚款还是终身性的 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长者朋友们 一定要按时去申请红兰卡 嗯好 非常感谢Winny的介绍哈 听刚才Winny说了这么多 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但是如果还有朋友不是很明白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有什么途径呢 对是的 那其实我们华欣保险呢 每个月都有奇因健保的线上讲座 那大家呢 长者朋友如果要是想要了解 更多奇因健保的信息 包括就是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有涵盖哪些内容啊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讲座 那同样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了解今年更多的福利计划 都可以拨打我们华欣保险的热线 626-333-1111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为大家来服务 嗯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华欣保险奇因健保规划师 Winny洋 为大家介绍红兰卡的相关知识 好 另外提醒一下广大的朋友 华人工商大展将于2022年的1月15号和1月16号举行 与往年一样 这两天我们会有七大展厅 九大舞台 有洛杉矶知名的网红达人 还有三条美食街 两个汽车试驾区和大卫王的比赛 我们欢迎广大的商家参展 参展的电话是626-280-8588 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